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财富 很多人总是认为 自己八字会带来一堆财 所以当然在批命的时候 总是要看自己的财怎样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很多人 就算他财运没有问题 他依旧还是苦哈哈的 怎么会这样 其实各位你要先了解 其实你真正的财富是要怎么累积起来 其实大多数都是先从存钱这个动作 也就是说你假如没有存钱的习惯 你都是月光族 你的财运再好 也没有用 你的财运好 让你花的很开心 可是一旦你假如遇到破财 你就很容易一次性的破财 让你变成负债 所以各位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 你与其要靠八字的财来帮你说真的 你倒不如先好好的 先学会存钱 不要当一个月光族 先靠存钱 把你的第一桶金 你把他存出来 因为你假如会存钱的话 表示你最少有一个观念 叫做 你知道不能够乱花钱 你看网路上 很多人都在那边问说他的财富如何 可是实际上 你问那个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根本都是月光族 月光族 他财运好的时候都已经月光光了 假如财运不好 就很容易一次性就变成是负债 而很多人他也很会赚钱 可是他 赚了很多钱 钱越赚越多 可是相对的他的窟窿跟着就越来越大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就是他没办法存钱 所以这也就是要跟你们讲说 你与其去期待你的财运的到来 你倒不如先好好的把你自身 这一种很喜欢消费 乱消费的这一种欲望降低 让你可以真正的存下钱 然后慢慢的去让你的财累积出来 所以各位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大多数有钱人 他的第一桶金都是什么来的 大多数都是慢慢出贯 而不是跟人家借了一笔钱 然后就去做生意大赚特赚 成功了还ok 假如失败了 是不是就负债累累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说 你假如想要让你的财运变好 首先先学会存钱 不要只是异想天开说 你一定会赚大钱 所以只是没给你机会 其实各位 你的第一桶金还是要靠你自己 并不是靠去银行借跟父母借 那些钱都不是你存下来的 那些都是你去借来的而已 你会对他很珍惜吗 当然不会 既然对钱不尊重 不珍惜的这一种情况 你很容易 你拿这笔钱来经商投资的时候 你就会很随便 就很容易一下子 你的财就飞掉了 所以各位 先学会存钱 把你的第一桶金存出来 再说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邦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